今天滴滴在曼谷香格里拉酒店 来参加2023投资上海共享未来 海外型系列活动泰国曼谷站 今天我们上海市委副书记 上海市市长公正阁下历练会场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泰国投资 促进委员会主办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中国银行承办 支持单位则是政大集团 泰州促进投资贸易商会 哇 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城市推借长廊 中国银行 湖东新区 临港新片区 虹桥商务区 景安 徐惠 长宁 普陀 虹口 杨浦 宝山 闽行 嘉定 金山 桑江 青浦 凤贤 耸明道 重点介绍一下丁丁长大的地方 黄浦区 黄浦区地处上海中心城区核心区 是上海的心脏窗口铭片 是全市唯一全境位于中心活动区的城区 我们耳熟能详的南外滩 意园 南京东路 步行街 星天地等 都位于黄浦区 2023年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 2023年5月2日上午 上海市人民政府与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 共同举办 投资上海共享未来海外型系列活动之 泰国曼谷站推介会 泰国曼谷市市长叉叉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国特命权权大使 韩志强阁下分别致辞 上海市市委副书记 上海市市长公正阁下 做上海市推荐 上海是一座共享市城 重创空间500多家 高等院校有63所 全国一半的5G研发人才 40%的集成电路产业 三大先导产业 和电子信息 生命健康 汽车 高端装备 先进材料 时尚消费品等六大重点产业 公正市长以新真诚 新奇迹 新辉煌为主题 做了主旨推荐 同时向全球企业和人才发出真挚 要约选择上海就是选择与机遇同行 让我们携手与上海这座城市 共同成长 共创未来 最后祝各位嘉宾生活愉快 事业顺利 谢谢大家 美丽上海 宣传短片 哎呀 作为三黑女女 我刚刚来的视频里想 觉得非常索色的紧的哦 共赢 郑大集团代表较早一批 加跟中国的泰国企业 分享投资上海40年的发展经验 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名誉主席 中国银行泰国国份有限公司 副行长吴林先生 介绍中泰两地企业开着双向贸易和投资 提供的金融服务 最后一向议程合作企业签约一试 签约环节共有六个签约项目 涉及股权投资 新能源汽车 珠宝交易 榴莲等 水果 进口等 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与中国泰国商会 泰中促进投资贸易商会建立了合作机制 加强两地经贸交流与合作 本次推荐会是上海市人民政府 今年在境外主办的首场 2023投资上海共享未来海外行活动 旨在通过走进当地 宣传上海向全球展示上海机遇 上海潜力和上海魅力 商人更发财 上海更发展 上海欢迎您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遅数段